大家好,我是杨斌,我经常会接到朋友们打来的咨询电话,大家总是很困惑于上面的这三个职位,Beta Analyst,Business Analyst,以及Business System Analyst。 所以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谈一谈这三个职位,以及这三个职位有什么不一样。 首先谈一谈什么是数据分析师,其实当我们进入大数据时代,数据分析师的这个岗位需求量越来越大。 也就是市场越来越Heart,那什么是数据分析师呢?顾名思义是做数据分析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企业现在我们都在形成一种数据的驱动,就是我们企业战略决策生产计划运维都是基于数据分析来驱动的,所以说当我们run我们的Business,它就会有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需要存储起来,对它们进行结构化,那数据存储在不同的地方,这种数据需要交换,需要整合。 基于这种交换整合的数据,我们就要在基于它来进行数据的分析,包括多维度的分析,包括数据的挖掘,最后能产生支持我们战略决策计划运维的BI,我们叫Business Intelligence,也就是所谓的数据的可视化的一种展示, 这就是我们的数据分析师,要干的工作,他们的技能,一个是对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所相关的技术技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技能,就是对商业有一定的认知,因为他们所产生的分析的结果,是支持商业的嘛,是支持我们的Business的,所以说这是数据分析师, 那么商业分析师是干什么的呢,其实我们传统的定义,商业分析师作为bridge,是桥梁,是我们企业,IT部门的眼睛,那怎么来说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的企业,run我们的Business,都是基于IT部门所创建的这种Digital的系统的,我们IT部门交付一个项目,实际上很多很多项目就是Build的这种业务体系的,那么企业的这个业务人员会在基于这个电子的系统上面,来run他们的Business, Business的,是吧,来实现这种企业的Digital的Transformation,以及我们现在谈到的那后台的这种AI的Transformation,也是Digital Transformation的一部分,是吧,那这就是我们的,当我们IT部门要创建这样的这个业务系统,电子化的业务系统,让企业高效的支持企业的这个使用,帮助企业来运为他的Business的时候,那就需要由BA这个业务人员会在这种工作, 这个角色,来定义企业的具体的业务需求是什么,所以说我们传统的BA啊,这个职位就是作为一个桥梁,来定义我们企业,业务部门,他们的业务需求是什么,然后我们来定义出来这种需求,然后呢,由我们的IT的实施团队,项目团队来交付,基于他们的需求,需求来交付相应的项目,是吧, 这就是我们BA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BA,传统的BA,需要对业务需求非常有很好的认知,那我们在上一个层面,我们的BA不但要做业务需求的分析,然后定义出业务需求, 有时候我们BA呢,还需要做一些优化,我们叫refactor,叫optimize,我们现有的业务体系,让我们的业务,基于我们的现有的业务体系更高效的运媒,这也是我们BA要做的事情,所以BA的这个,这个level啊,可以一直往上走, 因为他跟企业的业务部门紧密的扣合在一起,所以随着企业的业务的发展发展,所以他对企业的业务的认知要非常的深厚,所以说当一个,我们所有的企业都是基于业务展开的嘛,基于商业展开的嘛,所以说当BA在一个企业做下去的时候,他对这个企业的业务体系越来越了解,所以他在这个企业跟扎的会越来越深,那么说他作为一个,这个业务部门和IT部门的桥梁, 他就会,这个桥梁的作用他就能做得更好,那这是BA,实际上在我们传统的BA,就是做这个职位的,就是做定义业务需求,这个业务需求交付给我们的IT团队,来基于他们定义的业务需求,来创建相应的IT系统的,这就是BA要做的工作,那还有一种职位叫BSA,BSA,Business System Analyst, 那现在这个职位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我们刚才谈到的BA这个职位,实际上就是一个桥梁的作用,定义需求,优化需求的,那么这个BSA是干什么的呢? 所以它不光是这个职位啊,它定义,它不光是定义业务需求,而且它需要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和项目的实施的,所以在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上面,它是BSA相当于BA加SA,叫,SA是System Analyst, 也就是我在下面再又强调了一下,就是BSA,它这个职位是干什么的?它是基于某一个业务体系或者是技术平台,来定义相应的业务需求,这是我们刚才谈到的传统的BA他们工作啊,他们的主要的工作,它不但要定义相应的业务需求,还需要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叫Solution, 基于这个Solution,那整个的项目团队呢,还需要来进行项目的实施,以及项目实施,它还要有相应的UAT,我们叫Validation,代表它的Stakeholder来做相应的UAT,或者支持UAT,这是我们这个BSA要做的事情。 那好了,我现在,其实这三个职位,大家看起来都非常非常的清晰,是不是? 数据分析师,商业分析师,以及商业系统分析师,为什么大家会困惑呢? 因为大家在打开这个,在做这个Job Hunting的时候,在做Job Research的时候,大家会看到这三个职位呢,往往混在了一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导致大家困惑的一个原因。 大家会看到有些商业分析师啊,他主要做的是一些数据分析的工作,比如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商业分析师,比如面向这个软件的,软件平台的, 或者面向这个软件应用开发的,或者产品开发的一些企业,他们有相应的商业分析师的职位,但是这个商业分析师实际上主要是做的就是数据分析师的工作,但是他们面向的是面向产品,比如来分析产品的这个User Experience用户的体验,然后呢,市场的反应,等等等等,告诉这个产品开发的团队怎么来做产品的优化, 以及有可能根据他们分析的结果,来定义产品未来的feature,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实际上像这样的职位,他叫商业分析师,这些职位实际上就是数据分析师,它实际上不是我们刚才传统定义的,是吧, 作为这个业务部门和这个IT项目部门的一个桥梁,实际上它是对这个产品的这种性能feature,等等等等,通过数据的方面做分析,来给这个产品的团队,来提供产品优化,以及定义产品未来feature,一个依据的, 所以说,当大家看到这个商业智能分析师,怎么是做数据分析的,他怎么会叫商业分析师呢,所以大家会感到confused,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其实这个商业分析师,大家,因为现在我们刚才谈到了数据分析师,商业分析师和商业系统分析师, 实际上它都是围绕着商业,都是围绕着business的,是不是,都是围绕着business展开的, 很多很多的企业,它也许不是IT部门,也许它是其他的部门,它都给它的这个下面的做相应的, 即数据的,或者跟业务有一定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职位,都叫这个BA,叫business analyst, 比如有的上,有的部门,finance的部门,它里面的data entry,或者data analyst,或者finance analyst, 它都会给它叫BA这样的title,所以这也confuse大家了,对不对, 它这个本身不属于IT,它怎么也叫BA呢,所以说这个市面上有很多这种BA的title, 大家在求职面试的时候,当然要看进去了,不光是business analyst,里面五花八门, 是吧,有的就是数据分析师,也是business analyst,有的就不是IT部门, 实际上它也叫business analyst,有的data entry,它甚至也叫business analyst, 因为这个我们可以考虑到一个企业,要想留住人才,是吧,要想吸引到更多的人才, 这个job title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商业分析师这个title是蛮有诱惑力的, 所以说再总结一下,这个商业分析师其实在有两种, 然后真正的商业分析师是作为需求分析,和定义需求分析, 然后优化需求分析,然后作为业务部门和IT项目部门的一个桥梁, 是IT项目部门的眼睛这样一个角色,这是BA, 那数据分析师就是做数据分析的,这是非常清晰的, 那么好了,那么现在我们突然就再谈谈这个商业系统分析师, business system analyst,这个职位为什么现在越来越重了, 那就是跟我们现在这个大的生态环境, 契合在一起的一个原因,因为现在我们一个是企业实现数据的驱动, 对吧,还有一个这种业务的这种变化, 快速的变化,来适应这种市场的变化, 以及然后超越它的competitor,企业,再让它的business有很多competitor, 所以它这个要迅速的顺应这个整个的市场, 那么说以前那种传统的那种开发模式就不能, 就太慢了,太沉重了,比如我要定义出需求, 然后这种需求要再交付给这个IT团队, 他们再根据我定义的需求再去做项目的实施, 这个周期太长了,那现在随着这个云时代的到来, 大家看看IT的建设这个节奏非常非常快,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Agile的Model, Squam的Model,两周三周,就一个Lifecycle, 所以说对这个IT项目的建设团队有很大的挑战, 所以它讲究项目的交付, 而且也讲究这个项目的需求跟技术的融合, 跟这个项目交付,项目实施的融合, 所以说这个business system analyst就要然而出, 它以前也有这个Title, 但是现在这个Title它的重要性更加的凸显出来了, 那它是什么样一个Title呢? 就是说它不但要定义业务需求, 优化业务需求, 做一个桥梁, 它同时要基于相应的技术体系和技术平台, 以及业务体系来定义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以及项目的实施, 特别是这种定制化的实施, 它是在这个BIC, 它是在这个项目交付的团队里面, 应该知道整个的项目的这个交付的过程, 它跟developer是peer, 然后呢跟项目经理跟developer, 以及都是作为项目交付的主要的角色, 在这个项目交付的过程中起作用的, 它是这样的, 实际上是现在我们谈到的这三个职位, 是吧, 很清晰了, 那实际上现在大家会另外一个混淆的地方, 就是BA和BSA, 其实在很多企业里面呢, 这两个职位它就是都叫BA了, 它就不叫那个System了, 因为现在对我们的BA的要求越来越需要BA更加的技术化了, 不光是专注于这个业务了, 更加的技术化, 它需要慢慢成为BSA, 叫Business System Analyst, 它需要提供解决方案, 提供项目的实施, 对吧, 就开发之外的实施, 项目总没有有地方需要开发的, 那是由项目的developer来做的, 所以说这就是Business这样的职位, 那好了, 我下面还提到了consulting的那种Business, 就是我们刚才谈到了Data Analyst, 它是做数据分析的, Business Analyst, 传统的BA是桥梁业务, 跟IT团队的桥梁, 那么Business它不光是桥梁, 它必须投入到项目的交付, 解决办法的交付过程中, 所以说你可以想象, 如果是我们是在IT的consulting部门, company, 比如IBM, 比如爱神泽, 比如infosys, 是吧, 这样的全球化的这种consulting公司, 那给你的title是consultant, 因为企业会把这种consulting公司, 会把你送到客户那儿, 来交付项目, 提供解决办法交付项目的, 所以说在上面三个职位里面, Business, 如果这样的职位在企业是Business, 放到这个consulting公司, 你拿到的职位就是consultant, 是吧, 那这就是这个三个职位的, 其实他们非常非常的清晰, 他们原始的定义非常非常清晰, 只是现在我们这个IT的发展啊, 这三个职位有时候会有更多更多的重叠了, 那好了, 我再最后再说一下, 是吧, 我们谈到了这个数据分析师, 那数据分析师是掌握数据分析的整个体系, 那么有时候会发现呢, 我们商业分析师或者商业系统分析师, 他们也需要做数据分析的, 为什么呢, 因为商业分析师和数据商业系统分析师, 他们对这个业务体系有更加的了解, 我们做数据, 所以不管你对数据怎么的折腾, 最终都是要产生相应的BI嘛, 来实现企业的这个数据的驱动, 所以BA, BSA, 他们有很多数据的需求, 是由BA或者BIC来定义的, 那么由Beta Analyst来实现的, 那很多情况下, 有一些数据分析的一些需求的实现, 其实BA、BSA他们做起来更直接的了大, 因为他们最了解业务, 他们最知道业务想要什么, 而现在我们说数据的这个技术呀, 越来越多, 但是呢, 其实掌握起来越来越容易了, 比如前段的一些分析的工具, Power BI Table, 我们现在就是业界都在强调的是self-service, 就是数据分析的自助, 那么很多数据分析的工作, BA、BSA他们做得很更好, 因为他们更加的了解业务, 这个了解业务需求, 基本上这就是我给大家谈的这三个职位, 下次我还想找一个机会, 给大家谈谈Software Engineering, 和Software Engineer, 这里面其实这个软件工程师, 这个领域非常非常大, 我们也会听到Big Data Engineer, 或者Data Engineer, 或者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其实他们都属于Software Engineer的一部分, 那下次我想有机会, 我会给大家谈一谈, 什么是软件工程, 什么是软件工程师, 什么是数据工程师, 以及机器学习工程师, 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就谈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